大家好,我是郭秀雲 今天想在這裏跟大家分享我對環保的關注 2013年,我創辦了海峰環府教育 透過海峰,我們也做過很多事情 例如,讓大家知道我們不應該再勝如此 也推動了香港政府去禁止我們的障礙 也為了教大象 另外,為了保護運動的物種 讓大家知道不要傷害或用穿山甲的任何部分 不要吃酥味等等 我們有做過很多不同的學校工作 或帶大家去撿沙灘垃圾 不過近年來,可能因為疫情的原因 我發覺多了很多人養草物,尤其是鸚鵡 而鸚鵡也是憑藝物種 所以這就值得我們關注 因此,海峰環保期限 就創立了一個香港鸚鵡救援 香港鸚鵡救援想做的事 其實跟外國鸚鵡救援一樣 我們有五個R 首先,第一個R Rescue 請救 什麼為止請救呢? 我們的目的不是去幫你找你不見了一隻鸚 我們其實是想你不要走鸚 你記得養了一隻鸚 鸚是會飛的 你要找辦法做好所有安全措施 即窗門要做好 外出的話 要裝我的龍島 要綁穩一條列 你是要有責任去看著你的鸚 不要讓它飛 不過 有時候我們收到叫 無端端在學校中 突然有兩隻鸚出現 不知道主人是誰 又沒有人管 如果我們不去拯救 它會死 因為這些是人工繁殖人工養 人養著的寵物 它在外面不懂得賣 再加上 香港只是港島區 都超過800隻獵鸚 其實是很危險的 我們有拍到過 獵鸚在吃採訪 或者有些喜鳥在吃 蓋成料 這些照片 或者短片 所以其實外面實在很危險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幫忙拯救鸚母 不過目的不是說 他會幫你找你不見了的鳥 希望你沒有不見了 因為不見了 讓你找生 機會率不是高 外面太危險 第二 就是recover 康復 如果你救了一隻鳥回來 隻鳥可能在外面已經 風吹雨打 不知道幾號風頭 可能正在病 可能需要照顧一段時間 這些我們會幫他康復 有時候隻鳥可能也受到外面 不同的影響 或者別人之前的主人不懂 養養得不好 可能很餓的 咬人的 這些我們會幫他精神上康復 那麼就去到rehabilitation rehabilitate就是精神上康復 人們要明白 當你有一隻這麼聰明的動物的時候 他需要你去照顧他身體上的健康 約摸一半 另外那一半你的精神 你要供應的其實是他心靈上 他需要不要悶 給他多些事情做 他需要這方面的事情 你如果養的就是工作犬的話 你給他多些事情做 不是咬完在家裡的事情 鸚鵡一樣 跟小朋友差不多 他不能悶 如果他悶 他又會冷靜到家裡的事情 其實你不小心的話 你家裡也很難 我家裡經常的遙控制 都被你困難了 因為我不小心擺在桌面 不能怪鸚鵡 只可以怪自己 接著 reholming 這個什麼為之reholming 大家要記得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鸚鵡是很長名的動物 你越小的鸚鵡就是越沒有那麼長名 不過就算是小的採蜂仔 可以十幾年 愛成鳥二十幾年 當你去到灰鷹 好像Jurie 我認識了一隻灰鷹 現在是荷蘭的 99歲 另外有一隻金剛 在倫敦的一個動物園 已經116歲 所以你如果要養一隻這樣的動物 你是不是要想遠一點 你不在的時候 誰去潛伏他 所以外國的鸚鵡救援 一個很主要的一個重大的使命 就是幫人去reholming他們的鸚鵡 reholming就是 很多時候 例如老人家 知道自己 可能大病了 可能醫生跟他說了 永遠在這裡很久 他就會找些鸚鵡救援 去幫他身內的鸚鵡 去找新的一個安樂鵡 希望他還在這裡 還有大家看到他 安樂樂樂開開心心 有新的人去疼他 去照顧他 我們其實都試過 接收那隻比較年老的鵡鵡 他就剛剛好 老過我一點點 這隻鵡鵡就是 他的主人 也是一個老婆婆 年紀不小 不過他中了疫情之後 他就進了醫院 在醫院打電話出來 跟他居住的村民去求助 因為他沒有親人 他唯一就是覺得 他如果不在這裡 要有人照顧他 他就叫做Georgie 現在Georgie就在我那裡 我也很疼愛他 因為我也希望 如果我有早日不在這裡 而我知道他一定會 查明過我 我也希望沒有人去疼愛他 這就是鵡鵡鵡鵡 一個很重大的使命 另外就是我們的 Respect life and protect nature 尊重生命 愛護大自然 這個其實我們透過很多學校 講座 或者日常生活 希望忽略多些人 去尊重生命 愛護大自然 地球是屬於大家的 如果你不好好去珍惜所有的資源 好去尊重生命 愛護大自然 其實我們就很不責任 香港鵡鵡救活已經成立了一段時間 因此我們手上也有一堆鵡鵡 我們如何去處理它們 首先大家要想一想 走塞的鵡鵡在外面的環境 很多都會傷了 我們試過接到回來的鳥 原來劈牌撞了牆很高 劈牌跌落地 然後原來是不能動 不知道它什麼事 要照顧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看獸醫 吃很多不同的藥 醫了幾個星期 它都還未站得起翻身 有這樣的個個案 所以我們主要要去挽救鵡 先去治好它 如果要密切去照顧它的鳥 我們不可以丟到一個刺絲 大龍扔它進去 不理會 整天都要看 再加上鵡鵡 其實要多些時間陪它去鵡鵡 你不可以不理會它 不然它就會變成沙漠 咬人 所以救回來的鵡鵡 最好有人去整天疼它 照顧它們 如果我一個人做不到那麼多 當然有些耳膏去幫忙 我們救回來的鵡 醫治好 或者是未醫好也好 一路我們都會盡量去找它的主人 我們透過什麼方法去找 我們有我們的網頁 我們會盡量透過網頁 去出不同的文章 去推給人知道 有這樣的鵡不見了 我們會去拾獲這隻鵡的地方 在那些地方 就貼小小的文章 希望它的主人見到可以找回 也透過很多人的宣傳 盡量去幫忙找一個主人 好了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話 喂 一隻鵡鵡 是需要感情 去有人去照顧它 去疼它 如果大段時間 都真的找不到它的主人的話 我們會首選 給失獲者 可以看看它會不會養花隻鳥 如果它有經驗 或者各方面配合到 可以給它領養 這些就不會說一早一直發生的事 因為我們會照顧一段時間 先在這個期間 我們會盡量去尋住人 好了 可能有些人會想 喂 你憑什麼資格去做這件事 不是說想被洗澡 說自己點威 不過養鵡鵡 我都養了五十多年 我自己都不是小 我變成了一輩子都有養鵡鵡 我接觸鵡鵡鵡 為什麼會照顧鵡鵡鵡 都已經習慣了 很習慣 另外 我們 海豐環保 和我們旗下的香港鵡鵡鵡救援 都是IUCN的參加者 我自己本人也是IUCN的參加者 所以 在這方面 我們如果需要的話 無論是我們做其他環保的事 也好 英武方面的事 也好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或者專家 可以找他們來幫忙 如果有些我們不認識 我們也可以問他們 在香港 可能有不同的珍琴二壽的獸醫 又或者香港入電的獸醫 是相熟的 如果我突然有什麼個案 我不會認識 或者未預告的 不知道怎樣去應付 都是找到別人來幫忙 或者給一些意見 因此 如果英武有什麼精神上的問題 我們也會認識一些 是behavioral scientist 特別去研究英武的心理專家 這些都可以幫到我們 所以 如果養英武的人 他們不是很熟悉 因為在香港有很多人 不是太過想清楚 就是去買利英武 甚至乎是走鳥 這些主人 如果來到我們 我們幫他找回一隻鳥 我們一定會花善 讀他講話 因為我們不想他再走鳥 對鳥來說是很不健康的事 所以我們會很樂意地花時間 如果他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疑問 我們會幫他解答 一直以來 我們自負盈規 我和義工 無論做什麼 看醫生 或者我一晚可以走運 講究新界 你想想 油費 隧道費 我們平時燈油房 這些全都是我們自己的銀河包 就算我們不是介意 我們繼續這樣下去 我們也不會長長久久 所以我們未近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都會定位收費 在這裡呼籲一下 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 就來捐一下你的時間做義工 沒有的話 也可以資助一下捐一下錢 多謝大家